第八 恋爱对象 因生意等原因离开后能否回来 怎样做才能顺其自然 你真的顺其自然 你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你问这个问题 你又没有不懂得顺其自然 你恋爱的人走了就好了 走了就走了 后必再去想他 你真的想他就不自然了 所以应当我们也爱人之心 人家能够过得更幸福更美满 那就更好 应当祝福他 不要再去找人麻烦 我是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 住在凤凰城 那是个很热的地方 在凤凰城 我们韩馆长呢 他那个小儿子在那边读书工作 有一个朋友 太太 跟他一个朋友啊 非常要好 就是他那个朋友的太太 在跟他丈夫一个朋友的时候 非常好 以后他的丈夫看出来了 就跟他立婚了 叫他去结婚 结婚他就参加婚礼 送礼物 你怎么回事去呢 他说他照顾他比我照顾得更好 不容易啊 很难得啊 居然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个人呢 这叫钟真正懂得爱护他 样样替他住下 没有占有啊 这个占有是私心的 占有是让人家心里难过 你看他能够成人之美 这个很难得 那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到 都是都感觉到这个事情很好笑 我一个人说 这是真理 这是真正有爱想 真正替别人着想 而不是为自己着想 你看太太嫁给别人的时候 还保持很好的友谊 还常常往来 不是我来了 这去年看到的 那么这个 这也叫顺其自然 是